小小博物館KOL 海洋知識發現後出發 綠海龜為何叫綠海龜? 考考各位KOL 知不知道為何綠海龜的名字 一個綠色字叫綠海龜? A就是角殼綠色 B就是身體綠色 C就是眼睛綠色 給大家想想三秒時間 1 2 3 應該是角殼綠色 平常見到很多海龜的殼都是綠色 我就猜是眼睛綠色 媽媽說海龜吃完海草身體會變綠色 所以我想是B 身體綠色 大家的答案都很近似 平常我們看影片或照片 裡面的海龜確實是深啡色 為什麼叫綠海龜? 原來是身體脂肪有關 綠海龜主要是海草和海藻 裡面有大量的葉綠色 就像我手上的液體裡面 裡面有大量的葉綠素 所以就是綠色 海龜吃完海草等等 它就會將綠色積聚在脂肪上 所以就叫做綠海龜 好 再說一件事給大家知道 綠海龜是唯一一種會有香港生蛋的海龜 即是說他們慢慢會回到出生的生蛋 但是他們生蛋的過程是非常艱辛的 一點都不簡單 會有很多危險 我聽說海上船隻、垃圾和暴雨活動等等 都會影響他們 是啊 所以如果媽媽在途中遇到意外 他們就不能回到生蛋了 所以記住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她 activity 可和牠也爭 requ了 像牠 linkedin 人與牠是有數字 階容台 真的認錯